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在我身边 错过多少爱的事业 阿姨 你怎么来的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 后面下很大的一个 你的鞋子湿湿的 跟你说你现在吸着 你不要坐我沙发 你先站好 她回来了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 没事没客 这 不应该啊 才两天就恶化这么严重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最近无论做任何事情 它都可以出现 并且还挑衅我 说几天这次爱的是它 还不是我 我怎么听起来 这个不是你平常的症状 这也不像是发病 像是你失恋了 还是 但是 零其实就是你假想出来的情敌 那个景之下 承认她喜欢的是零 不可能 他们印的嫌疑都结束了 嗯 可是在景之下的眼里 你就是零啊 被拒绝了 是吧 也没有 我都还没表白呢 她根本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连解释机会都不给你 真不行 我在跟你说零的事情 你在跟我说什么呢 其实你这个症状 已经不在我专业的范畴内了 我绝对你应该 堂堂正正地去表白一次 这样才能 治好你这个相思病 相思病 像你个头啊 这个就是相思病 你可这天天去想这个人 怎么会不是相思病 我就说了实上 姐 下班一块儿吃饭呗 听说酒店没上开了家餐厅 还挺不错的 今天恐怕不行 我妈回国了 和我说 下个月就要举行婚礼 千交代万交代 要我陪叶明去选婚纱 什么 你要我和那姓叶的去选婚纱 不行啊 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啊姐 对啊 我头都大 你有认识的婚纱店 知名度高一点吗 我有个朋友 好像是开高档婚纱的 叫什么第二精品婚纱 就在中兴广场那儿 不 副总 这是我们一会儿吃饭的 喂 木材供应商资料 喂 您不发 那我一会儿把定位发你啊姐 然后咱们前期合同 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就是需要您 在最后确认一下 到时候呢 然后我给您发一个 副总 她跟别的男人 试婚纱都不告诉你 我觉得她 根本就不在乎你 副总 财量供应商要到了 你去地骨开车 我在门口等你 好 好 你要和那姓业的去选婚纱 不行啊 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啊姐 安心 停着 我有点事情要去处理 贯云商的宴会 你给我去了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不好意思先生 没有预约是不能进去的 要不您到等候区先等候一会儿 我们会有客服经理来接待您 好 喂 你好 第二婚纱店 喂 喂 好 麻烦帮我拉下带子 谢谢 你怎么在这里 这回应该我问你吧 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请假了呀 我批准了吗 领导 领导 不好意思 我是直下妈妈的未婚扑 今天麻烦直下来帮她妈妈试下婚纱 担忽她的工作 实际上不好意思啊 帮谁 直下妈妈 你回公司 接得补个价啊 面闲是吧 这种事情你打个电话不行吗 这么巧 在这儿都能碰见你 你怎么办这儿 我陪我媳妇看看婚纱 不是啊 你们准备结婚了 恭喜恭喜啊 不是 你们是不是刚吵过家 没事的 我跟我媳妇爱情长毛已经七年了 平时也是小吵小闹的 根本不影响感情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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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看看啊 我看看我媳妇去 别生气了 好 婚纱好看吗 好看 今天穿上一定非常漂亮 一年前我就见过这个婚纱 当时就很喜欢 以为很快就会有机会穿上 好梦幻的婚纱 你要不要进去试一下 你穿上去一定很美 你穿上去 丑死了 一年前 一年前一年前 你们不要老想着过去了 我想着过去怎么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面对我们的过去 但那段回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的过去 我只管现在 等一下我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终于说出口了 但是像你这样反复无常的人说出来的话 你觉得我会信吗 说不定 你今天说你喜欢我 明天你就在我床头放一堆钱 我那时候苦衷了 好 你说我听什么苦衷 说不出来是吧 我不会在你身上再放任何感情 我傻过几次 我不会再傻下去了 店长 帮我把无关紧要的人请出去 不要妨碍我试婚纱 那 那就 今天这个店我包了 你们都跟我出去 不要以为只有你有钱 我出两倍的价格 我出三倍 这里现在属于你 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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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支架 你听我说吗 放开我 你听我把我想说的话说完好不好 我没有刻意料反复无常 我又没有无聊到要捉弄你 是因为我失忆了 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我一年前出了场车祸 等我醒来我就失忆了 你以为你随便编两句 我就会相信你吗 你不信我带你去验查我的住院记录 怎么可能 如果你失忆了 现在的你 和一年前的你 如果你在 我身边 错过多少爱 你的誓言 没有什么 心有不甘 只要渐渐淡淡温暖平凡 如果你在 我身边 所有的遗憾 都随风飘散 每分每秒 只要舒服 陪伴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 完了 我心跳怎么这么快 不会是心机复发了吧 之前的我已经死掉了 现在的我是全心的人 从今天开始 你必须要接受全心的人 那一年的瞬间 视而复得的留恋 一点点吞没那些寂寞的世界 如果你在 我身边 不够多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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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是车祸后一阵吗 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 啊 我不能去医院 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没事的 那你坐一会儿 我去倒水给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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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义 负责义 你在哪里 负责义 你 你出来干嘛 你不敢出来 你要干什么 你要对景之下做什么 我在问你呢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我现在要听的不是这句 泽医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 好 只要是你景之下问的问题 我知无不应 刚才那位警官和我说 他曾经亲眼看到你在马路上 差点出事 还说你有自杀倾向 警察说我有自杀倾向 那场车祸到底怎么回事 出来 就是当初把知夏赶出酒店的时候 你负齐危险驾驶 打算跟我同归于尽 你 你跟我离他远一点 天大了五回 我怎么可能去自杀吗 你要相信 我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我眷恋的人跟事情 包括我出去 都是为了开车找你 你也知道我开车技术特别烂 再加上心急 所以就一直出来意外 所以 你没有要寻思 我不是去寻思 我是去寻你 你真是这么想的 你真的这么想的 我骗谁都不会骗你嘛 我骗谁都不会骗你嘛 那我就放心了 我还以为你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 说清楚就好了 我去把这身衣服换了吧 换了我们一起走 好 我等你 快点啊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 你快把这个身体还给我 你不要着急嘛 怎么 你又想顾及崇尸 破坏规则 像一年前那样 一直不睡觉 这样我就一直出不去 你怎么每次遇到锦直下 都会失去理智 你还不是也想顾及崇尸 接受莫子曦的治疗 然后永远地消灭掉我 我不是你最在乎的哥哥吗 一向冷静的负责医 所以还不是为了锦直下 失去了理智 其实咱们兄弟俩可以好好商量一下 重新回到一年前我们约定的规则 莫医生也说过 这就是人格分裂最大的好处 那我当初跟你好好商量 你就会放弃锦直下吗 那你现在 就可以放弃锦直下了吧 现在我回来了 我也想看看 这段时间里你利用我的身份 到底做了些什么 做了什么我告诉你 现在锦直下 交往的人是我 你可以退出了